這是一段讓你完全放鬆 平靜的時刻 這是一個讓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當下 在這裡 你可以真誠地面對自己 我是你的心靈守護者 我是安安老師 你也想著 大家好 那在開始之前 一樣的先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我们的公眾號 裡面有很豐富的視頻 文章 音頻 還有很多的資訊 所以每一個在看 或聽直播的朋友 你們都可以加入安安老師 公眾號就會收到最新的訊息 公眾號是什麼呢 就是你們可以搜 赵安安 ANN 然後搜到以後就可以進來了 然後我們除了 開課的資訊以外 我們每週也有兩次免費的團練 所以一切的資訊都在公眾號裡面 就可以找到的 所以歡迎大家加入公眾號 好 那我們就要來進行今天的答案 有一位學員 然後我覺得他的困惑 可能是一些在靈性追求的人身上會看見的困惑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但不見得人人都有 這個同學他說呢 安安老師既然本字具足 那人來到世界上意義是什麼 還要努力嗎 我聽你這樣說 我突然提不起精神 什麼都不想做 一下子就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了 然後看到安安老師的文章說 不要誤以為自己是電動裡的人 那只是你挑的一個角色而已 如果角色不升級 這個人生的遊戲會一直重途再來 再玩同樣的遊戲 我突然恍惚了 我分不清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 我是真實的嗎 天地是真實的嗎 萬物是真實的嗎 然後有人叫我去看楚門的世界 但是我真的不敢看 我擔心看了以後整個人會混亂 這些夢 遊戲 對人生的這些比喻 是不讓自己太執著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也聽過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聽安安老師講了以後 給我的震動特別大 我現在走在路上都很恍惚 感覺好像是走在電動遊戲裡 就在想 這一切都是假的嗎 求助安安老師 OK 好 然後 好我看聽眾說什麼 有人說 哈哈感覺不想要本性具足了多麼遺憾 OK好 那很感謝這個同學的提問 我覺得你的提問可能也有一些人 有這樣子的疑惑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來講的更加詳細一點 但是安安老師也要說 就是你們知道就是 佛教裡面有 大聖小聖是什麼意思 就是 那個聖就是車子的意思 那這個車子呢 意思就是說 針對不同的人 那可能他能明白的 他目前的狀態能夠明白的道理是有限的 所以呢 我們要針對 每個人有不同的根器 或者是在儒家裡面就是說 我們要因財實教 不是說你現在不成財 而是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時間點 可能你同樣的話 你要聽一百遍你才懂 然後呢 有些人聽第一遍就懂了 就像六子慧能一樣 他那時候到佛寺裡面 他是一個廚房的雜工 但是呢 他一聽禪師講話 他就立刻明白心性法 比那一些在寺廟裡面已經幾十年的人都快 快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根性很夠 他就是 那個 有這方面的 這個潛能很夠 所以聽得懂 可以聽 但是聽不懂 也不要覺得 我都聽不懂 很難受 沒有關係 你就當成安老師在講故事就好 就聽聽就好 那 我相信 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有人說 我判斷真實和虛晃的標準是我餓了 OK好 很可愛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關於這樣子的一個問題是怎麼樣子 安安老師 我只能說我盡量講 為什麼 我說盡量講 因為你知道 聖經也好 佛經也好 耶穌基督跟佛陀都 試圖用很多的比喻來講 但是有很多東西用比喻講也講不清楚 就像佛陀後來用 他就抓了一支花 那他法已經講完了 那誰知道他在講什麼 但是能領悟的人就是能領悟 那不能領悟的人 也許過了幾十年以後 他能領悟 或者是在過了好幾個 生生世世的輪回以後 他能領悟 所以你想 就是佛陀跟耶穌可能都不太能夠用人間的話語去表達的內容 我也只能盡量地講我能夠轉化成人間語言的部分 因為有很多的題目 安安老師只能意會 但是我也講不出來 但我只能盡量地透過言語跟故事來表達 所以我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就是語言的限制 就沒有辦法 但是我會盡量地去表達這件事情 好 那我先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我相信也有很多同學是聽過的 這個故事就是 有一個得到的高僧 然後他修煉很多年 有一天他終於開悟了 明星見性了 然後呢 這個有一個小和尚就跑去問他說 哎師父師父 那個你在 就是得到前跟得到後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 不是 他說師父你在得到前跟得到後都在做些什麼 然後這個師父呢 就看著小和尚就說 我在得到前就是砍柴燒水掃地 那得到以後呢 小和尚就問他 那也是砍柴燒水掃地 那小和尚就抓抓頭說 蛤 那為什麼 那得不得到怎麼都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師父就講說 那是因為我在得到之前呢 我是燒飯的時候想著掃地 掃地的時候想著燒水 燒水的時候想著煮飯 但是得到以後 我就是煮飯的時候 只煮飯 掃地的時候就只掃地 然後呢 燒水的時候我就只燒水 那這是什麼意思啊 如果大家看過一行禪詩 寫的一本書叫做正念的奇迹 我很鼓勵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那本書裡面的語彙都非常的美 好像詩句一樣 他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奇迹到底在哪裡 可能我們覺得要真的看到 有好像變魔術一樣有神通變化出來 那個我們以為是奇迹 但是真正的奇迹 是在每一個落在葉子上的雨滴 在每一個孩子的笑容裡 在每一步你踏的腳步裡 那些你仔細地去看 這些就是奇迹 這個詩句非常的能夠去說明 我剛剛講的部分 也就是說 我們在知道 就是這個世界是虛幻的 或者是這個世界可能是一場夢 一場遊戲 或者是說這個同學還提到 因為他寫很長很長 我就是擷取一下 他還提到就說當他知道本字劇足以後 他發現沒有任何動力 因為他以前的動力就是他需要別人的認可 需要跟贊同 但如果我們什麼都有 根本就不需要別人的認可跟贊同 甚至連自己對自己的肯定都不需要以後 他發現他完全就是可以躺平 就是他完全什麼事都沒有辦法做了 他反而很緊張很慌亂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其實有點像 今天如果有個孩子 你跟他說 孩子我要無條件的愛你 他反而慌亂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之前呢 安老師曾經講過一個佛經的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呢 在佛經理跟聖經理面 都重複的被提到過 就是這個大父長者的孩子回家的故事 佛經理叫大父長者 然後聖經理叫做浪子歸家 其實兩個故事幾乎是一模一樣 他講的就是有一個非常有錢的富翁 他有個孩子小時候走丟了 結果後來呢 過了幾十年以後 這個富翁就在這個一個很遙遠的市場裡面 發現了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是一個乞丐 然後這時候他很激動 他想告訴他你不用再乞討了 你可以回家來 我是富翁 你不用再那麼辛苦的過生活 他跑去跟這個孩子講 就孩子嚇死了 就說你一定是要來打我的 就大爺啊 求你饶了我吧 然後他就說不是孩子 我是你爸爸 大爺求你不要來 就是那個 不好意思 我剛剛可能不小心 就是髒了你的眼睛 很害怕 躲得很遠 然後這個富翁只好回家 他回家了以後就跟他的管家商量 就說怎麼辦 就是我現在認出了我的孩子 但是這個孩子 他沒有辦法回來 因為你要給他的東西太多了 他嚇傻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時候管家就想了一個方法 說好了我來想辦法 所以那管家就跑到那個市場去 就說欸 那個我看你這個小伙子 身體也很健壯 不如這樣 你來咱們家打掃粪坑吧 欸這個乞丐很高興 就說欸 好好我終於有一份正式工作了 所以他就跑到他們家去打掃粪坑 然後粪坑打掃的也不錯 然後管家就說 哎呀小伙子你糞坑打掃的好 接下來就你可以去不用打掃糞坑了 可以當這個長工去幹別的活 然後這個小伙子就很開心 終於上升了一個層級 所以就升官了 然後呢 再接下來他幹了一陣子長工 管家再告訴他說 欸小伙子我看你做事很麻利很精明 不如這樣子吧 你開始跟著我學習 比如說播算盤啊 你開始學習算帳啊 可以這樣子 可以多學點東西 欸小伙子也很開心 他是花了 後來管家花了好長好長的時間 讓這個小伙子也當上了管家以後 這個大富翁才告訴他說 孩子我是你的父親 然後這時候這個孩子才能夠接受 所以有可能 你想 當一個人他突然發現 原來自己是被無條件的愛包圍 不用再去討好別人跟自己的認同 而是本自具足的話 可能也會出現 啊求求你不要來啊 好可怕啊 大爺我是不是惹到你了 可能也會出現這種驚慌的情緒 是有可能的 又或者是說 我不知道那個內地有沒有 至少我們看美國的很多紀錄片 有些人一夜報復 就中了彩票 然後呢隔兩年再去看他的生活 就一團糟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從來沒有想過要怎麼去規劃跟理財 跟好好的整理自己的生活 所以就開始亂花錢 所以如果很貿然的就把家產交給一個乞丐 他從來沒學過管帳 沒有學過算盤 沒有學過打理的話 那可能他就每天抽鴉片煙啊 每天花天酒地很快把家產也敗光了 所以要怎麼樣子能夠循序漸進一層一層的 讓大家知道心性的道理 讓大家知道本字具足的道理 我覺得也是重要的 所以 CX 說我是表演派 我跟你們講一個八卦 安老師以前中學的時候是話劇社的社長 大家猜猜誰是副社長 你們一定猜得到的 對 法蘭 沒錯 我們兩個就很喜歡眼來眼去 OK 好 我一下我就忘記我講到哪了 我剛剛講到 我剛剛講到哪裡 一步一步來 對對對 沒錯 我們要一步一步來 所以呢 如果同學你發現 哇 我現在真的很慌亂 我不知所措 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去做最簡單的事情 這個最簡單的事情 其實也是禪師 已經告訴你的 當他得到以後 他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吃飯的時候 然後吃飯 睡覺的時候睡覺 喝水的時候喝水 掃地的時候就掃地 我們的心思不再飄到別的地方 我們可以完全的享受在當下小小的事情上 我們不再為了一些目的 要去達到某些目的 而去做這件事情 而是過程本身 跟目的就是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不再為了 可能要達成別人的期待 要達成自己的認同 要達成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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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去做事 而是我就是單純的可以享受 當下的事情 所以請你用正念的態度 去做好你生活當中的每一個小事 然後不要苛求自己一下子 就要爬到很高的山頂 我打個比方好了 我今天想了很多比方 想要讓你們可以更理解一點 比如說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他去爬 假設用剛剛的例子好了 小和尚跟老師傅 那這個老師傅呢 他每天都跟小和尚會去爬 廟旁邊的一個山 然後這個山可能矮矮的一下就爬完了 然後如果這個老和尚有一天 他去爬了喜馬拉雅山 看到了山頂的風景 後來又回到了寺廟 那他跟小和尚說 我去爬了喜馬拉雅山很不錯哦 風景很不錯哦 然後呢小和尚就說 好那我也要去爬 那你覺得小和尚在沒有做好 任何訓練的情況下 如果去爬喜馬拉雅山會怎麼樣 你們覺得呢 在彈幕上打 對高原反應 體力還沒有練好 裝備還沒有充足 對不對 所以我們練習的基礎 非常非常重要 嗯 那等到你練好了 把每一個當下 你真的能夠像我們剛剛說的 吃飯的時候 好好的吃飯 掃地的時候好好的掃地 然後很規律的做正念的練習 好好的去享受那個過程 然後慢慢的 然後慢慢的 你自然而然 就是把那個基底打得好了 在那個裡面 然後你要去接觸這個心性法 那到時候你接觸了以後 你就不會是一個慌亂的情況 而是你會覺得 哇好棒 我做事情好像更有動力了 為什麼 因為我不再是為了我自己做的 我已經夠了 我為的是天下藏神做的 甚至是 我做些什麼 是為了遊戲裡面的人 他們還不知道這是一場遊戲 所以還被遊戲困住 還在痛苦 所以我要透過遊戲裡面的程序 跟方式來幫助這些人 你清楚的知道這是遊戲 但是你會善用這個遊戲的特色 去幫助裡面的人 所以你的心就變得很大 這個大是因為你胸懷天下 你不只是有自己 所以那個 那個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是在一個已經預備好 自己的情況下去爬喜馬拉雅山 然後呢 你爬完以後 你可能會發現什麼事 就你爬完以後你下來 然後跟師傅說 師傅 喜馬拉雅山山頂 那個 看起來真的是很不錯很漂亮的 然後師傅就說是啊 就跟我們隔壁的山頂 爬上去的風景一樣的漂亮 你可能會發現啊 所以我繞了一大圈回來 我還是吃飯的時候好好吃飯 掃地的時候好好掃地 因為每一個葉子上的雨滴 每一個孩子的笑容 也每踏出的一步 那都是正念的奇蹟 那才是最最最深刻的體悟 你可以看 大家知道那個無限的符號嗎 無限的符號 就是一個倒八 對對對 倒八 你看哦 倒八是 這樣 好 倒八 倒八中間有一個小小的點 對不對 旁邊有無限的大 還有無限的小 這個無限的小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 我們在當下好好的去覺察 我們的每一時每一刻 然後進入這個無限的大 這個無限的大就是 原來我跟天地是一體的 原來我們本自具足 本自清淨 原來這一切都是一個遊戲啊 但是我的感受就是這麼的真切 你可以同時在這兩種狀態裡面 就好像今天你是一個演員 如果安安老師說 你要演到很認真 你要演到德奧斯卡 就是把這一場戲好好的演好 而不是說 這是一場戲我不演了 我們既然都拿了劇本 你都來都來了 你就好好的把這場戲演好 因為在你演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的體悟感受 而同時你也知道 這就是一場戲 有很多的大老闆 很厲害的企業家 他們都有一個特質 就是呢 他們在做這些決策 在工作的時候非常認真 但是心態卻非常輕鬆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可以放掉那些很焦慮的東西 那些執著的東西 他們的心是很大的 但你說他們的心很大 他們不做事嘛 沒有照樣做 所以就是認真的做 專注的做 輕鬆的做 因為這個不以物息 不以疾悲 所以我們要開始慢慢去練習 這樣的心態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心態很困難 那我們就回到最 最簡單 但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練習 就是這個 無限的中間點 好好地去享受你當下的每一刻 在每一個小事上 認真的去覺察去感受 而同時就能夠發現 這個就是正面的奇蹟 好看看呢 試緊心鬆 對 是的 這個話很好 有人說把自己當作局外人 你也可以這麼說 嗯 但是呢 你照樣做事情 你不是就 從此躺在那邊吸壓片煙了 也不是這樣 而是你知道你的心是鬆的 然後事情還是照樣做 就像以前安安老師有一個跳舞老師 他常常告訴我說 快舞慢跳 快舞慢跳啊 你的心是慢的 但是你的動作不能停下來 好 然後我們看看 哦對 然後呢 我今天收到一個 朋友的 這個發文 我自己看了很感動 然後我覺得也可以呼應 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這個朋友呢 是我學長的 先那個 太太 有人說這個不容易 對 的確不容易 我們要一下子爬到山頂去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要 先把自己裝備好 我們先把每一個小事都做好 而且你也不要覺得說 我現在就是做小事 那就還是很差啊 那我告訴你 你看 禪師得到了 他最後也是回來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 因為 真正的大道理就是在這些小事上 所以 對於提問的這一個同學 安安老師的建議你就是 你先不要想著 我現在 這些是真的嗎 這些是假的嗎 因為可能你現在就是處於那個 一下子 富翁去找你的狀態 你就嚇到了 不知所措 那我們要培養自己 成為一個能夠打理家產的人 這個是循序漸進的 所以第一步就是 我們還是要回到生活當中 好好的 每天用正念的態度去做事情 你每天可以挑一個事情 或者是三件事情 你正念的做它 然後我相信 讓自己可以先安穩下來 這就是一個培訓的過程 你先從掃廁所開始 就我剛剛講的刷粪坑 然後到做長工 然後到館帳對不對 一步一步來 然後最後你才會發現說 你的能力已經足夠承接這個財富了 那你才來承接 好嗎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講到這裡 最後呢 就還是要邀請大家 多多的去 來加入我們的公眾號 趙安安安 請搜趙安安安安 裡面有很多東西 然後也可以 如果你已經加了 然後覺得也很不錯 你也可以推薦你的朋友加進來 OK 那我們今天就直播到這裡啦 拜拜 下週見 下週見